欢迎收听美丽间演绎,我是刘仁谦 上回咱们说到詹姆斯·麦迪逊当了八年总统之后 他的继任者是詹姆斯·门罗 门罗在之前的故事里出境率不高 实际上他跟杰伯逊和麦迪逊一样都是弗吉尼亚人 他们仨各自连任成功 所以一共加起来当了3824年总统 这段时间也被称之为弗吉尼亚王朝 而且麦迪逊是杰伯逊的国务卿 而门罗是麦迪逊的国务卿 所以那会儿似乎国务卿都是很容易被视为是总统的接班人 另外门罗也是最后一位被称为Falling Father 也就是开国元勋的一位总统 在他之后的总统基本上就没赶上开国那会儿贡献力量了 门罗和麦迪逊不是弗吉尼亚老乡吗 所以在最开始立宪那会儿 他们就已经建立起了深厚的革命友谊 只不过这友谊动不动就经受不住考验 两个人经常撕 第一次撕是麦迪逊当时写联邦党人文集那会儿 极力的推销新宪法 当时的弗吉尼亚州有帕特里克亨利等一帮特别坚定的反联邦主义者 而门罗相当于是一个中间派 所以后来宪法通过了之后 像帕特里克亨利等人就特别讨厌麦迪逊 讨厌到什么份儿呢 就麦迪逊去竞选众议员 他们就去阻挠 然后把门罗给推上了跟他去竞争 这个呢是俩人第一次作对 后来在门罗出任驻英的大使期间呢 俩人又因为外交的问题经常撕 撕到最后呢 门罗干脆直接去跟麦迪逊竞选总统 只不过没有竞选得过啊 不过后来俩人还是和好了啊 于是呢 门罗也是开始给麦迪逊当国务卿 然后呢 后来就终于当上了总统 另外门罗和汉米尔顿之间 也有一段特别有意思的故事啊 汉米尔顿作为联邦党的老大 非常昭黑啊 那民主共和党经常呢 试图挖他的一些黑料 有一次呢 他们发现汉米尔顿这银行账户有问题 定期给一个账户汇款 觉得这可能有贪污啊 行贿的嫌疑 因此呢 就找了门罗为首的三个人 去调查这事儿 那门罗直接上门找汉米尔顿质问的时候呢 汉米尔顿跟他说 我跟你说实话 请你替我保密 说实际上这钱是怎么回事呢 是我跟一个人 一个女的偷情 被他丈夫发现了 然后他丈夫勒索我 所以我只能定期给他钱 但是我绝对没贪污 话说汉米尔顿这偷情 确实犯了一个相当严重的错误啊 这也他人生一个很大的污点 这个污点极大的影响了 他后来的政治生涯 甚至是他们党的声誉 话说门罗跟汉米尔顿承认 说我肯定替你保密之后呢 他自己是非常尽心尽力的保密啊 但是不知道后来怎么回事 这也没有一个定论 反正总之这事还是泄露出去了 那也自然的被民主共和党 这帮人大做文章 那汉米尔顿就非常生气啊 就指责门罗 说你到底怎么搞的 门罗说我问心无愧 后来俩人差点决斗 而且最讽刺的是 他们这决斗之间的调解者 就是后来跟汉米尔顿决斗 把他杀死的那位Aaron Burr 当时呢 他跟汉米尔顿的关系 还没有那么差 他就作为两边中间的这调解人 这些呢就是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门罗总统之前的一些 比较有意思的经历啊 那他当了总统之后 有两件非常重要的事 是咱们今天要说的 一个是著名的门罗主义 另外一个呢叫密苏里妥协案 那咱们先说这门罗主义 这门罗主义大概就是 门罗作为总统 有一次在国会的国情资文中 表达的一系列的立场啊 大概的意思呢就是说 美国不会去干涉 欧洲各个国家之间的事物 欧洲打仗美国都不参与 而且呢美国也不管 欧洲现存的这些 在美洲的殖民地 但是呢如果欧洲人 再次想在美洲 开设新的殖民地 或者占新的国家的话 那他们就一定要起来 跟这个欧洲国家叫板 这门罗主义 虽然是以门罗的名字命名呢 但实际上主要的提出者 是当时的国务卿 约翰·昆西亚当斯 也就是之前那位 约翰·亚当斯特儿子 如果我们把这门罗主义 一分为二的话 一方面是对旧大陆 也就是欧亚大陆 另一方面是对新大陆 也就是美洲来看呢 那对于旧大陆来讲 其实本质上 就是一种孤立主义 就是说 我不管你们那边那些事 这种孤立主义的情绪呢 一直主导了美国 针对旧大陆的外交 很长一段时间 直到后来 日本偷袭珍珠港之后 彻底才把美国 从这个孤立主义的 美梦中惊醒 自此之后呢 美国就开始 一发不可收拾的 介入到旧大陆事务 开始当这国际警察了 那么在新大陆这边呢 美国相当于 把整个的美洲 化成了自己的势力范围 谁要敢在这动手 不跟我打招呼 不看我眼色 那我就要打谁 大概就这意思 美国呢 相当于把自己 当做了新大陆 各个国家的老大哥 带着大家呢 一起去打击 这些欧洲的腐朽的殖民者 那您可能听到这儿 会有一个疑问 就是美国这么擅自的 把新大陆 化成了自己的势力范围 那欧洲列强能干吗 咱们得说啊 实际上这项政策 或者说这个声明 更多的呢 是针对西班牙和葡萄牙 这俩国家 因为在中南美洲呢 也就是拉丁美洲 主要就是这俩国家的殖民地 当时呢 各个地方都在闹 这些独立运动 西班牙和葡萄牙 在大航海时代 刚开始的时候呢 是独领风骚了好一段时间 一直呢 是欧洲大陆上 最大的海洋强国 但是到了19世纪初 门罗执政的时间呢 他们已经势力大不如前 咱得说啊 这瘦死的骆驼比马大 那美国真的就能 直接单挑这俩牙吗 实际上咱们说 这门罗主义是美国提出来的 但真正用自己的武力 去践行它的 其实是大英帝国 英国这国家的国策啊 从当年到现在 其实基本就没变过 叫光荣孤立 说白了呢 就是要维持欧洲 各个国家之间的势力平衡 不能让欧洲大陆 各个国家形成铁板一块 这样的话 它这个海外孤悬的岛国呢 就会被排除 就会被孤立 因此呢 欧洲不管是拿破仑 还是希特勒要统一啊 那英国都一定要站出来 跟它叫板 当然了 很多人亲切的把英国 这种国策叫嚼屎棍政策 那么英国当时 为什么要支持 美国这门罗主义呢 因为当时啊 法国在谋求西班牙的帮助 去进行他们波旁王朝的复辟 那这俩国家一走到一块呢 英国就特别紧张 他特别害怕把法国跟西班牙一走到一块呢 他们之前一直致力于说 把法国势力赶出新大陆的这个努力 就复之东流 因此呢 为了在新大陆去肃清法国跟西班牙的势力 英国呢 就极力的支持美国的这门罗主义政策 否则的话 要没有这世界排名第一的英国皇家海军 光靠美国当时那闹着玩的海军 是肯定没法去践行他的这个政策的 门罗主义一提出来之后呢就成了美国的基本国策 后来呢也被历任总统去援引 其实现在川普总统的一些政策呢 也是非常体现了这种门罗主义的精神 他的各种政策呢 包括贸易战都是在试图去全球化 然后就带着北美的加拿大和墨西哥一块玩 回到这种孤立的状态 门罗主义咱们说完了之后呢 就是密苏里妥协案了 这个妥协的主题就是美国的黑人和奴隶制 咱们说美国刚建国那会儿呢 那南方就一直是支持逊奴 而北方是反对逊奴 但是北方反对逊奴呢 其实也并不是说完全就是为了道德啊 道义啊 他们更多呢是反对南方各州啊 在计算人口的时候 按五分之三去计算黑人的人口 从而在国会的议员席位上 去为自己争得优势 所以北方实际上咱们说道德上 也没怎么就高尚的哪去啊 他们在北方也对黑人 有各种隔离和歧视的政策 其实刚建国那会儿 南方黑人也不多 后来有两个关键的转折点 是1793年呢 发明了棉花机帮忙脱子 还有1794年发明了 能把甘蔗煮成晶体的这种设备啊 自此之后呢 这两个产业就是劳动密集型 极其需要人力物力 因此呢 就需要大量的黑人奴隶 而南方的气候呢 是比较适合种植棉花什么的 因此啊 南方的奴隶就特别多 那么对于当时的美国来讲 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就是新加入美国的那些州 比如从法国那儿 直接买下的路易斯安那 那么大一片地方 到底是蓄奴州合适 还是自由州合适 那么在密苏里 试图变成一个州 加入联邦的时候呢 南北双方各有11个州 所以他在参议院里的势力 是平衡的 那密苏里如果作为一个奴隶州 加入联邦呢 势必打破这种平衡 所以北方是一直不干 不让他加进来 这个事在国会 南北双方各州代表 吵得很凶啊 咱们要知道 实际上这个时候呢 美国南北双方的矛盾 已经到了一个 比较明显的程度了 这个矛盾从立国开始 甚至从立国之前一直就有 这个时候呢 是不断激化 激化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呢 就是美国的关税政策 这关税呢 如果订高了 是非常合适 美国北方的这些制造业的 这样的话 他能保护起来 去尽力发展 但是对南方各州而言呢 这高关税就意味着 他们买的东西都更贵了 所以这关税到底 订高还是订低 就一直以来是 南北争议的一个重点啊 那蓄奴问题呢 就是另外一个重点 那密苏里作为蓄奴州 加入联邦这事儿 因为北方的反对 一直搁置啊 没有什么进展 最后呢 终于在当时的众议院议长 叫亨利克莱 Henry Clay 这哥们的这种调解下呢 最终双方是达成了一个妥协 妥协的内容呢 大概就是从北边的马省 专门分割出一个缅因州 作为自由州存在 这样的话呢 这个密苏里作为蓄奴州 再进入到联邦 进入到国会里边呢 还是能保持这席位平衡 与此同时呢 在整个国家画一条纬都线 反而这纬都线以上呢 就都不许再蓄奴了 这样的话是南北双方都能满意 达成了一个妥协 这条线呢 是画在了北纬的36度5上 基本上是把美国平分成了两半 自从若干年前 哈米尔顿 杰伯逊和麦蒂逊 偷偷在小黑屋里边 妥协出了美国现在的首都位置 以及哈米尔顿的这个债务法案之后呢 这个密苏里妥协就被视为是最重要的 对后市影响最大的一场妥协 很多人认为他呢 极大的延后了美国 这南北双方矛盾总爆发 也就是打仗的时间 而密苏里妥协的倡导者 亨利克莱呢 也被视为是美国历史上最牛的和事佬 最大的调解者 那他的故事呢 在接下来的几集也会反复出现 那么门罗总统干了八年之后的 下一次总统选举呢 被视为是美国历史上最闹腾的 几次总统选举之一 到底是出了啥事 咱们且听下回分解 好呀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